上期视频讲到,黄熙泰向金明熙告白,金明熙答应到第二天一早给黄熙泰答复 第二天一早,黄熙泰带着鲜花出现在金明熙面前,还殷切地等待金明熙给她答案 然而金明熙却拒绝了她,并表示她和李秀莲才是天生一对 黄熙泰听到之后十分生气,她耐着性子问,是不是自己和李秀莲订婚,她也不在乎 金明熙说当然不在乎,黄熙泰只好失望地离开 原来之前,李秀莲早已找到了金明熙,她探言自己父亲的企业出了问题 求金明熙把黄熙泰让给自己 面对李秀莲的苦苦哀求,金明熙只好答应了她 金明熙去同学的照相馆拿照片,同学和她聊起上学的事情 还在为她当初喂了李秀莲,措施医科大学上学机会的是可惜 金明熙不愿提起这些往事,随意聊了几句就离开了 黄熙泰亲自去李秀莲家提亲,希望李昌根可以同意他们尽快订婚 听到这个消息的李家妇女都十分震惊 但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 两个人订婚的消息登上了报纸,李秀莲的同学看到消息,都觉得她是个叛徒 金明熙去办护照,工作人员说办护照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有认识的外务部的人话,可能会快一点,金明熙只好离开 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李秀莲,李秀莲听到她在办护照,说这件事她可以帮忙 便帮她搞定了护照的事情,两个人一起回了光州 火车上李秀莲给金明熙包鸡蛋吃 金明熙脑海中浮现出黄熙泰给她包鸡蛋的画面 黄熙泰来给真雅上课,正好看到李秀莲送金明熙回家 心里十分吃醋,她质问金明熙为什么不告诉她去办护照的事情 金明熙回家她,表示自己不想麻烦一个即将订婚的人 黄熙泰说不过她,只好生气地离开 李秀莲带着金明熙去挑参加订婚宴的衣服 正好遇到黄熙泰和李秀莲在挑衣服 几个人面面相去,气氛有些尴尬 好在李秀莲一直在从中调和,几个人才没有闹得不欢而散 金贤哲在路旁的修表摊修表,突然冲出来一群人撞翻了她的东西 后面有一群保安追了上去 金贤哲响起黄济男的警告,严盲冒雨去找金明熙 她在金明熙的房间里,看到民主党的诗 误以为金明熙加入了民主党 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了金明熙一顿,然后撕碎了那首诗 金明熙觉得委屈,那首诗是海拳让她帮忙转给李秀莲的 只是她还没来得及交出去 但她并没有解释 订婚宴的日子到了,李秀莲在门口招呼来往的宾客,忙得不可开交 金明熙把海拳的那首诗,交给了李秀莲 然后被李秀莲安排在她旁边的座位上 看到台上的两个新人珠莲碧合,金明熙的心中有些酸楚 黄西太和李秀莲在挨桌敬酒 金明熙坐在座位上有些尴尬 她旁边的黄正太在装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弄脏了她的袖子 她连忙起身去卫生间清洗 正好避免了尴尬,给了自己喘息的机会 金明熙从宴会上出来,正好看到了长凳上的黄西太 黄西太询问是不是自己并婚 她一点都不介意 金明熙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眼泪夺快而出 她告诉黄西太,没有她的五月,一点都不快乐 听到这句话的黄西太十分开心 她不顾身后的宾客,直接拉着金明熙离开 两个人会去哪里呢? 李秀莲和黄西太的订婚,又会引起什么样的风波? 想要知道更多剧情,点赞转发订阅 下期为大家揭秘